反正就是Open Data相關也會在這一軌討論 那今天他有一些討論 我沒有做簡報因為我是真的以為今天真的是就像我每次來都是來聊電視東西而已 所以沒想到報告 那我現在在私感國事會議 會進去主要是因為這邊有人陷害我 我剛才知道 那進去之後 可是我其實大家都說是黑箱 我是一開始就知道說我會去參加就是參與 參與透明清淨的司法這一組 所以我的想像一開始就知道說我是要去一排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 那裡面對我來說沒有黑箱這件事情 那我進去之後才發現有啊有一箱 那一箱就是 當初收集大家的問題丟給不同小組做討論的時候 我發現我在上面 我們這一組很特別 我們這一組的那個LINE討論的群組 就我在網路上公布出來 那我第一天就問他們說有什麼東西是不能公布的 例如說各位委員的個人電話或是聯絡方式 那除了這裡外有沒有什麼東西不能公布的 他們的話三天時間告訴我說應該沒有不能公布的 那後來在那個小組裡面發生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 有人開始批評就是黑箱 那許玉秀就是我們那組的 消極人 他是選中華民伯 曾經是 曾經是因為他現在 曾經是最年輕的大法官 那他就說 在裡面做解釋 結果當天晚上他的那個 LINE上的解釋就被他解釋下來 貼到外面去 外面那個 進傳媒吧 進傳媒就馬上寫裡面新聞報導出來 就把裡面講的東西 那個公布出來了 所以說我猜因為這件事情 大家一開始覺得說 那LINE上面的東西公布出來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結果 我發現好像說會公布之後 每個人也沒有比較 比較 收斂一點 還是經常在裡面爆一些有的沒的 所以那裡面那些東西 我其實蠻謝謝大家去看的 那看完之後就發現我其實問了很多問題都沒有要理我 因為我都問 開放資料 資訊相關的 問題相關的 那真的沒 真的沒要理我了 那我就開始去試著 去定義出我自己要講的東西 在這第四組裡面 參與透明清淨的司法 我把它設定為 應該優先談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是透明 有的透明之後 才來談所謂的 友善 這邊沒有友善喔 好 清清 才來談清淨這件事情 那最後才是參與 比如說在這裡面我把設定要有一個脈絡在裡面 這個脈絡是會讓我在思考上面 來了解說 在每個不同層次我要處理這些問題 當沒有東西透明的時候 你要如何去談所謂的 清淨這件事情 你在網站上放一個Flash嗎 這邊一定有人會覺得說 放Flash是一個清淨的做法對不對 可是對一般那種 死老百姓來講 放Flash是一個很清淨的做法 真的 我跟你講保證 尤其放那種會 會閃的圖的話 圖上最好是有那個 正被在上面飄過去 這是很清淨的做法 那 可是 對我來講 是要透明之後才來談所謂清淨 最後才是參與 參與什麼意思 人民參與司法的審判嗎 還是人民參與司法裡面的過程 和程序上了解 司法講什麼事情 結果我們這組直接跳到所謂的參與去 前面直接跳過去 參與這件事情就是 陪審或是 參審制 請問在座支持陪審請舉手一下 好像不多齁 那參審制的 那 官審制的 欸 有人支持官審制喔 為什麼 沒有啊 好 那我剛剛講的三個概念 陪審 參審 官審 你們真的知道這三個差異在哪裡嗎 剛剛沒有舉手的人 你們一定不知道對不對 那 我的想法就是 如果我在這裡面 他無法 說服我 我就會 直接舉 我是廢票 那 我不是現在投廢票的啦 我就變成說 我需要去提出一個 我自己的政策 而這政策 對我來講很清楚 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 和司法結合之後 叫做開放司法 那開放司法裡面 有一大很大一塊 叫做 如何用技術 科技 資訊的力量 來協助司法 更有效率 更公正 而這個公正 這邊有錄影喔 是有轉播嗎 因為余昌轉貼我的文章之後 他那邊有人回答說 為什麼找這個人來當委員 為什麼不找林志玲 欸我接受了 林志玲來當委員 為什麼不找 那個誰 吳什麼 你剩三十鳥 沒關係 我只是把你講進去就對了 他說 為什麼不找 朱學恆來當委員 我接到進去就對了 的時候 我是想說 朱學恆 就是我想推動 開放透明司法 要解決的問題